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一些感动的瞬间 比方说婚礼很多人是非常的慎重 这位纪录片的导演林玉祥 他跟太太两人策划了一年 决定在淡水这间教堂举行婚宴 每个细节都精挑细选 安排得非常妥当 但是万万没想到 在这里出现了一位神秘男子 当时卡位抢拍 我们看到他怎么拍 都有这个男的画面 也挡住了他花钱聘请的摄影师的取景角度 整个过程让新人的心情低到了最低点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大家叫他婚礼魔人 他是淡水一个摄影学会的成员 他说当时无心之过 他要记录当地的文史 他目前跟新人道歉 还要把拍到的照片交给他们 抢拍婚礼感动时刻 这名中年男子超级贴近 更一直挡住其他摄影师取景 而且他根本不是新人找来拍摄的 换新物交换戒指 然后牧师在征婚 然后街头啥都黏在我们旁边 我几乎每一张照片都避不掉他 我的婚礼不能重来啊 这名神秘男子被称为婚胜魔人 他的身份终于曝光 是一个很认真在做淡水 这个地方上的即时摄影 那个写实报导摄影的 很专注专注的一个会员 李姓男子从科技公司退休后 专注于拍摄淡水地区人文和歷史 加入护卫摄影学会十多年了 黑白照片记录下淡水河口渔船景色 或者当地面会活动 这都是李姓男子拍摄淡水小镇风光的作品 将在学会年度展览中展出 他澄清当天正巧去淡水那间大教堂拍照 看见婚礼认为是即时摄影最好机会 却不慎卡位过头 他有跟新人讲 然后他有愿意那个底片跟那个照片 愿意提供给 他已经接触过了 联系男子已经跟新人道歉 也会将照片交给对方 希望能弥补无形之过 记者吴俊德 戴秋荣 新北市报导 详俊德 新北市报导